哦 头腻不舒服 啊 头腻不舒服 我以前看到一个一个树着的那个垂直杖的那个三体啊 三体周边都不脱了啊 就坍塌了周围啊 就这边把卸下来一块 那边卸下来一块 然后中间就轻轻地就立在一个三体的一部分 这种呢 这种比较奇特的呢 像溃它下来的啊 然后残留的一部分呢 一般都是那个非典 架木的时候啊 现在产生的风啊 把周边都卷走了 中心 中间部分呢 比较结实的地方呢 还留在那边 有点像那个叫 一个一个柱障的啊 柱障的 立在那边 一个 如果看到这样的场景的话 随着遍地 但是呢 又一个固定的呢 立在那边 这样的 比较常见的 在那个地方比较常见的话 往往那个地方 非典再起降 往往非典再起降啊 然后起降的地方呢 如果有大规模的非典起降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 那个非典也 也需要通讯嘛 它就下面 在地底下 做个大锅 做个大锅 好 现在啊 我们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地球上 存在大量的沙漠 我们那个地球呢 往往认为那个沙漠地带 就不是合成记住 这片地就荒凉掉了 就荒凉掉了 实际上 我们现在反过来 四伯爷 荒凉掉的那片地方 实际上是外星人在记住 外星人在记住 往往是外星人在记住 而这种荒凉掉的地方 外星人记住呢 有几种可能一种是 外星人很早就住在那边了 往往很早住在那边了 就像那十万库那边 外星人早就在那边了 另外一种呢 是人类 搞核试验和爆炸以后 外星人到了那个地方 去了那个地方 然后啊 非得经常起家 引起经常性的沙尘暴 那么 是人类搞核试验在先 形成荒漠化在后 那么是外星人后来才去的 外星人后来才去呢 一般是不会做一个极大的锅在那边 就没有做极大的锅 做极大的锅 做极大的锅是早年 外星早就到了那边了 外星早就到了那边 做了锅了 但是 也有种情况 外星人住了这个基地以后 后来也没有太大的动静 再后呢 人类跑到沙漠去搞核试验去了 跑到大谷里去搞核试验去了 然后外星人大批又回来了 所以有这三种可能性 一种外星人陷道 一种是外星人后道 另外一种呢 是 应该这样子 一种是外星人陷道 另外一种呢 是地球人跑到那边搞核试验去 所以引来的外星人 要把核试的处理掉 还有一种呢 就是外星人早就在那边待过 后来那活动不是太频繁 然后呢 人呢 跑 因为是一看那个不频繁的 那外星人到过的地方是沙漠嘛 然后啊 人呢 就跑到那地方去搞核试验去了 引着外星人就回来了 就在隔壁探 就是那种情况 外星人本来就在那边活动了 以前 现在人类一看 这是荒地嘛 那就正好跑到那边搞核试验去 然而引着外星人又来了 这种呢 今年的沙尘暴很严重 慢慢到那个核爆炸的周年 纪年日的时候呢 到现在外星人又回来 来看一下生态的恢复情况 所以现在这个 把这些串起来的话 就会发现 到地图上看看 沙漠地带 往往就是外星人的基盘 那个植物啊 很冒昧的地方 人和比较密集的地方 那么就人类基础 基盘就是这样 往往是这样 这样呢 我们就分清楚了一件事 分清楚了 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了 地球上 在外星人到底在哪里 这是其中的一种分法 绝大时间内对于我们会 把那个更多的信息出来以后 会给它一个细分 现在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说这么一个总结性的信息给大家 好 知道了 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